如果富雄雄講了要戰略清晰 最好做法是什麼 就是你跟臺灣在恢復 中美共同防疫條約 那是打啦 那是打啦 因為你要講清晰嘛 這就最清晰啊 不可以這樣 對不對 因為你剛剛講的那種東西 所以有點模糊 我跟妳講 美國在全世界 跟他最好朋友 其實是以色列 他沒有用你剛才用的字眼 說美國領土以外的什麼什麼 沒有這樣用的 他用的很清楚 就這次哪來本來用套在我們身上 就是主要的非北約的盟國 因為最重要那個字啊 是L來這個字 這個字通常要有簽訂 防疫條約安全條約的國家 才可以用L來這個字 你知道 如果講這件事的話 二零零三年的時候 小布希總統就已經給臺灣了 說軍備的移轉上 我們就是指定臺灣 就是可以使用這樣的一個地位 那所以你現在 我講就某種程度來講 我們現在本來這一次的立法的 遠先的用的字眼是用 就是我指定 臺灣就是非北約的 主要的非北約國家 現在變成treatment 就是說你可以小小加一個待遇 這個並沒有超過二零零三年 並沒有超二零三年 過來就會講到這個所謂的錢的問題 這個就等於是六十五億美金 這個其實這裡面有很多蒙古地帶 我們現在還不是很清楚 譬如說你是要給我什麼剩餘物資 因為剛剛你剛剛講 這主要是對美國的國防產業 要支持美國國防產業 並不是給你錢 無償的把東西移到你手上 我們現在其實還不清楚 因為這不是最後的版本 這個協調工作一直在進行 他現在事先跟外交委員會的 這些委員們去協調 接著他要跟參議員協調 接著他要跟眾議院這劇協調 所以最後的版本 坦白講還沒有出來還不知道 但是有很多人很高興說 你看我們本來買不到武器 還要自己花錢買 也不見得買到武器 現在美國要給我們了 六十五億美金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買 我們想要的東西了 你以為是給你一張credit card 然後讓你到shopping mall裡面去 你今天你要買什麼就可以買 然後你就說那我現在買F35 然後我要買潛艦 然後買神盾艦 是這個樣子嗎 這不可能了 所以這個整個的用字這些 其實還有相當的模糊性 這個到最後的版本出來以後 很可能到最後 我記得上有 已經有一陣子在這邊我就講過 他很可能用的字就是 in the sense of congress 這就是我美國國會的意見 我對你們這些要關說的 國會議員們 我也給你交代了 可是我也顧及了行政部門的立場 所以最後這個東西 我講實話 你說一定超過台灣關係法 也未必 記得台灣關係法裡面其實有一個 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不是給給我們所謂的防衛性的武器而已 它裡面有一句話 就當台灣的安全遭受威脅的時候 以及美國的利益也因此遭受威脅的時候 美國總統及國會 依照憲法程序共同尋找適當之對策 這裡面你說他模糊也模糊 你說清晰也很清晰 可是這個才是對台灣最重要的保障 台灣關係法維持台海穩定四十年八頁 昨天通過了這個台灣政策法包三拜好一百零七頁 所以山不再高有神則名水不再生有龍則靈 業數都不見得重點比較重要 其實重點就是剛剛那五個 剛剛講的那五個東西重要 但是因為現在才出參議院的外交委員會 剛剛講沒錯參議院要通過院會 還有眾議院還有白宮所以到最後中間會怎麼樣 利法也是加這個加那個加那個這個改 那個都有可能 不過不管怎麼樣昨天是很順利 很快速通過參議院的外交委員會 剛剛老沈講的沒錯 他是對台灣好嘛 所以我覺得台灣朝野其實也都是歡迎 也沒有道理不歡迎嘛 只是說他後果會怎麼樣 會不會到時候老共找我們叫那個佩洛西 來兩天走了 他很得意啊 走了反共大將 那台灣中線變成沒有了 變成新常態了 那將來這個法案如果按照原來版本通過 比佩洛西來台灣對北京來講嚴重千百倍 佩洛西來什麼嚴重來了就走了 那個是擺在那裡的一個法 除非現在修法否則就是那樣 所以老共會怎麼樣不知道 所以台灣還應該跟美國講 我們是很歡迎 但是呢如果老共將來對我們不利 你要支持我們到底啊 你不到時候跑了 我們搞一半就跑 老妹常常搞一半就跑掉了 要支持台灣到底這最重要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